民政党吹响号角及接力挺柯文哲 今天晚上六点半将在这里 立法院外的济南路上来进行全国第一场开讲 可以看到现场工作人员都已经开始动工 摆放栏杆搭起架子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要跟时间赛跑 管制区域附近远景也架设巨马 拉红线挂红单 要提醒用路人济南路一段将有交管 各地方党部也在两天内拾出浑身解数 要来动员小草 这跟远本有什么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们只是要求他释放公平对待 集结民众声援柯文哲 民众党台中市党部主委发起集结令 出动16辆游览车北上 甚至还要先给500元保证金 确保不被放鸟 只是这一切看在民众党前秘书长 谢立功严厉想提醒 这样主打司法不公的活动 向在同温层取暖 我能呼吁说 就是我们的群众 一定要自我克制 我们表达诉求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不需要有过激的反应 要群众理性一点 只是仔细看 如今集会场地是柯文哲各种风暴争议中心 从集结点立法院群闲楼往外看 不远处就是民众党中央 例外距离柯文哲家和老家也不远 更不用说4300万商办 还有1.2亿豪宅都在附近 我现在心里完全没有空去理其他人什么 拜托 有什么事情 各位网路上的各位好朋友 各位网红朋友们 有什么事情 等老子把人救出来 再他X我啦 打打打 烦不烦啊 要蹭 你交给你们的 交给网路的各位 老子现在没空 网红馆长陈志涵也想号召小草来集结 就怕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 但是民众党过去向来打着不动员 自发参加活动 如今对照起来似乎又在自打脸 东升新闻吕士奇 旅台北报道